认识马来西亚的骄傲 让你的孩子成为未来的冠军 美露让你认识马来西亚 前国家跨栏女将莫小薇 你会如何鼓励你的小朋友 多参与运动项目呢 我觉得有时运动是要看兴趣的 当他们去Expo 在一个运动或者是游戏的时候 他们有成就感 他们就会继续走下去 就是要在一点一点的成就感 Lead他们去那个成就感 那种感觉吧 如果有一天他和你说 妈妈我不要运动了 我要读书 你会怎么做 OK啦 但是我不会觉得 但是我要告诉他 读书是有什么好处 不一定说你要读到大学的 就是读书就可以 更多知识 做人的经营比较丰富 这些东西 读书不一定讲 你要怎样好的成绩 他只要尽他100%的能力 做每一样东西 我就心满意住 你是如何平衡学业与体育呢 当我是学生的时候 我们会分配好时间 早上就上学 中午就是去练习 下午呢 我们一定要回去 做一个prat 学生有时给我们特别的补习 因为有时我们出国比赛 我们会miss掉很多课 所以其他东西 你要去靠自己 你要找时间 补修那些不好的课目 在还是小学生的时候 是否有想过 为什么我要那么累 小学生的时候是真的没有 长大的时候 到了国家的level的时候 你才会想 为什么我要这样累 因为小学我觉得很enjoy 你一直很享受那个过程吧 你觉得比赛就是一种游戏 但是到international的时候 你就是比赛就不是一个游戏 这么简单 那个压力就是不同 你觉得运动 是否能有效地帮助小朋友学习呢 他们会尝试不同的东西 会很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去学习 手手脚脚啊 其他东西 好像我的小孩子 两岁的时候 我们已经把他带到去草场 就就是expo他们自己的imagination 他们自己去做 你从运动当中学到怎样的价值观 我觉得什么叫尊重队友 尊重战友 我知道什么是责任感 我知道什么是友谊 然后我知道什么是determination discipline这些东西 我觉得当我拿自己和一般的朋友相比的时候 我觉得我不是容易这么放弃 而且我比较容易接受别人的眼光批评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feedback 给我自己去进步 请问团体精神在体育团队中重要吗 我觉得团体的力量还有精神 是非常重要在sports里面 虽然我的event就是个人赛 但是我们一直讲在田径 我们完成了个人赛过后 我们都会坐在一起 然后为队友加油 所以坐在那时的时候 那种情况那种精神 真的是可以把一个人带到去很远很远的 是那一种我们去学到团体的力量是很重要 当你很没有自信的时候 你会如何增加自己的自信呢 其实当我觉得很没有自信的时候 我会把自己关着两三天 我会问自己到底我要什么 到底你想要达到的是什么 你就是要放弃好 你就走A door 如果你要继续你就想B door 如果你要继续的话你应该要怎么样去走下去 这由营养美味的美露为你呈现 美露激发冠军的潜能 给你超越前进的能量